早安 圆异小火家爱妈Candy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我这一盆芦笋 这个芦笋呢 现在长出来的呢 在这一撮芦笋呢 都可以长得如此的粗壮 我现在呢 必须把它剪下来 因为昨天看它只有这样子 一天至少长了十公分以上 哇 这就是可爱的芦笋儿 哎哟 我必须把它剪下来 OK 有点剪得太高 等一下再修 然后呢 这边也有一根 你看得到 其实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根 根状 这一根呢 旁边长出来 真正的这个算是侧芽的这个芦笋 它的这一根呢 是非常的健壮 已经是开花结满了果 所以它长出来的芦笋呢 就会像是这样健壮的 那你看到这一根呢 它其实是比较细的 这一根呢 其实是比较细 它长出来的芦笋呢 就这样子细细小小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春天应该是三月左右呢 剥的种子 然后去年底就开始 我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三天两头的芦笋 因为就是一个试验性的种植 就是盆栽 可是它竟然也可以长得这么美妙 你看看现在呢 这边是结果 其实这一虫呢 感觉是比较粗壮的 那这一虫呢 可能它的根系还在 还在成长当中 所以它的根系呢 可能还在不断的发育中 就是我在种植里头有一些小小的感想分享 然后所以你看得到这些所有的芦笋的枝条 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粗壮 然后越来越粗 然后它也许下一次它长出来的芦笋 就会很粗壮 不会是像这样子的 我们如果在市场买过菜的人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类似我们的一种细细的芦笋 芦笋花 我只把这一根采下来 OK 你看 这个就是比较类似我们平常买得到的芦笋花 因为我没有采收 所以它又开始要准备开花 好 这个差别就这么大 这个差别就是这么大 好 这就是我们的芦笋 然后让大家欣赏一下芦笋的花 非常美丽 一朵一朵像小棕 一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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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小吊钟一样 我对焦一下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芦笋 一朵一朵黄色的小吊钟 可爱吧 可以 享食又可以 享花的美丽 我把它采一串来擦花吧 擦一下 我们的芦笋花吧 一定很美的 瞧瞧 我们美丽的芦笋花 我们的芦笋花